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助理 你怎么来了 小七 我们私奔怎么样 你疯了好端端的私什么奔啊 梦影奇妙 来 难道你不想帮我哥吗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爸现在想让我代替我哥 但如果我离开的话 我爸就没有人选了 他不就只能用我哥了吗 所以只要咱俩私奔的话 不就等于帮他了吗 你的意思是 你真的很想帮助方楼 对你来说你们兄弟俩之间的感情真的很重要 对吗 当然了 那你自己走啊 拉上我干嘛 因为你在我心里比他更重要 好 只要有你在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家庭 工作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可如果你跟我哥在一起 我跟他在一起会怎样 方总 好 从现在开始 在天我手上所有的工作 为什么 难道 能有其他解决危机的办法了吗 你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即便是你想 他也不会选择你 为什么 因为他跟我不一样 我可以幼稚 我也可以任性 但他不能 他可以为了你放弃事业 但绝对不会扔下我们方家和我爸 所以小七 你就答应我吧 咱俩一起离开 只要离开这儿 我哥就不会再为难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留在这儿 方冷难道不能解决危机吗 只要我放弃小七 就能解决所有危机 反正就是 就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只要跟我一起走 大不了我们以后再回来 好啊 我相信你 不管什么原因 就算我走了能够帮助方便 那我也不会离开他的 但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是方冷的弟弟 难道一打都不了解他吗 你跟了我那么久 应该很了解我了 在我心里 方冷是个冷静 坚强 即使是被人推进了泥土里 也能够重新站起来的人 从小到大 我没有向任何人认输过 遇到了问题 方冷绝对不会找别人去帮我 因为那对他来说 比失败了更难受 如果要背叛感情来换来失忆 那比失败更耻辱 所以 我不会牺牺牲我自己 去成全他的事业 所以我不会牺牲小妻 来交换自己的事业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